近日,有媒体拍到杨米女儿小糯米的照片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,七岁的小糯米穿着墨绿色的羽绒外套,头发扎成小马尾。虽然小糯米的脸部被打了马赛克,但还是可以看出小糯米的脸胖嘟嘟的,十分可爱,皮肤也是白白的,五官也是很标致。 仔细一看,小糯米与父亲刘凯薇还是非常相像的。此前,刘凯薇带着小糯米逛街的时候被拍到,当时还是夏天,小糯米穿着灰白色的运动连衣裙,头发也施扎成小马尾,似乎是逛累了,被爸爸刘凯薇抱在怀里。 小糯米醒后,还抢着要玩刘凯薇的帽子,但是被刘凯薇给制止了,可见父女两个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了。 杨敏和刘凯薇因戏生情,之后两人公布恋情,带着众人的祝福,两人在2014年于巴厘岛举行了婚礼,同年便生下了女儿小糯米,一家三口也是很幸福。 豪华的婚礼,真挚的誓词,还是没有阻挡两人爱情的绝底,结婚几次年,两人便宣布离婚,对于女儿的成长,两人也称以亲人的身份一起抚养,但是事实上,自从两人离婚之后, 小糯米基本上都是由刘凯薇的父母带着的。 此前刘凯薇的父亲刘丹参加活动时,谈接孙女儿小糯米的时候,也是满脸笑容,十分的温柔,可见严孙俩的感情非常要好。 但是对于前儿媳杨敏,刘丹闭口不提,便网友猜测,杨敏是不是有很久没有去看小糯米了。 这些年来,杨敏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,但是她对小糯米的爱却一点都没有减少,之前在参加真正男子汉时,给女儿打电话时,都是差点哭了,可见女儿在杨敏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。 杨敏很少在公众场合公开自己对女儿的爱,这也是出于对女儿的保护,不想她过早受到过多的关注,但这并不表示她不爱她,希望小糯米在大家的保护下健康快乐地长大吧。 近来,中国的综艺节目真的是越来越多了,凉又不齐的节目如春笋一般纷纷冒了出来,但是在这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,优秀的节目可却种种总是只有那么几个。 比如说近来非常火的一个综艺节目,奇葩说,它现如今已经开播到第七届了,而且时不时还会上热葱,从这些情况上就可以看出,这个节目是有多么地受观众们的喜爱,而且对于这个节目的粉丝来说,他们始终可以发现, 每一期的男嘉宾或者女嘉宾都不会跟上一期一样,而是选择换过一些嘉宾。 说此之外,还有遍体,也是一季度就换一个。 有一个女明星杨幂就是奇葩说的固定女嘉宾。杨幂已经红得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吧,她从一部古装剧《公》就开始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,而且到现如今依然有着非常高的讨论度和关注度,还有着非常多的粉丝。 粉丝们觉得,杨幂对于她们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偶像,更是一个自己不断追求梦想的榜样。 当然了,杨幂和其他的女明星一样,她不仅仅有着自己的男粉,而且还有一些妈妈粉和女粉,所以从这些粉丝的年龄类别上来看,她优秀地掌控舞台能力被大众认可接受了。 杨幂从自己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在一些电视剧当中,她是同性出身的,因为样貌上占了非常大的优势,所以她的脸就辨识度非常地高,让很多的颜值粉都深受其爱。 相比于其他的明星和一些网站上的网红来说,杨幂的气质是非常具有辨别性的,可是对于当时刚刚出名的杨幂来说,她的脸型好像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,瘦了许多。 甚至在当时还有非常多的人调侃她,说看起来脸上肉肚肚的,真的是一点发福的感觉。 可其实是因为在当时她拔了几颗牙齿,才导致了牙齿发炎,脸部红肿,让自己的脸型受到的影响,所以才变出了许多的狼角。 但是很多人针对她的这番话也表示说,这种情况看起来一点都不像,是通过拔牙来实现的,更大的像是通过整容来实现的, 因为拔牙并不能让脸看起来变小。 因为颜值的前后差距过大,这让很多网友都存在着争议,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,杨幂的能力成功地让她的颜值不被大多数人给讨论了。 她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时代巅峰,独特的风格和高颜值基本上和大众的审美相符合。 听说到杨幂,相信很多人就想到了她的丈夫刘凯威,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她的前夫,他们之间也是有着自己的爱情结晶,取名小糯米。 从这个孩子出生到现如今长大以来,她的正脸照几乎都不会出现在网络上。 杨幂夫妇对于自己的孩子的保护是非常在意的,但是有一次,刘凯威带着自己孩子出去游玩,就被一些人给拍到,这一被曝光就让很多人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一直保护着自己的孩子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女儿小糯米的头发跟中国人的发色好像不是那么相近,并不是呈现一种黑黑的颜色。 而且嘴唇和高高的鼻梁,让她看起来跟自己的妈妈杨幂,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,整体颜值非常的高。 这让大家都纷纷表示,有一种遗传叫做杨幂的女儿。 大家在看到小糯米的照片之后,都开始相信了杨幂的拔牙论,因为如果杨幂是因为整容才变得这么好看的话,孩子的面容是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的。 杨幂的事业这么的优秀,相信将来她的女儿也是未来可期的。 那些颜值的不那么优秀的孩子来说,家长们该从哪些方面来帮助提升呢? 俗话说得好,一白遮白丑。 如果说孩子的皮肤看起来不白的话,那么家长可以考虑给孩子进行食补,帮助孩子把皮肤调理到一开始出生的那个肤色。 因为在孩子出生之后,经常会晒到太阳,导致肤色变黑的情况。 这样可能会让孩子看起来土土的,多多地摄入一些维生素C,就可以让孩子慢慢地白回来,吃一些比如柠檬、西红柿这一类水果,这样孩子的维生素C得到补充。 众所周知,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扮。 如果一个孩子他长得并不是非常好看的话,可以通过从另外一方面进行打扮,帮助孩子把颜值给提升到一个级别。 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穿衣风格,不要盲目地给孩子穿一些黑色、白色或者粉色的衣服。 可以考虑给孩子找一些其他的风格,比如说看起来酷酷的或者是工装风等等。 合理地运用颜色的搭配和款式的搭配,才能够提升孩子给其他人的低意外在印象。 如果长得不好看,而且体态也不端正的话,那么又有多少人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孩子呢? 所以家长们千万要注意,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注意自己的体态,在看电视或者玩手机时,写作业的时候都应该端正自己的姿态,不要去做那些一些会影响骨骼发育的动作。 小糯米长得这么好看也是有原因的,毕竟刘凯薇和杨幂的颜值也是刚刚的在线的,这样的基因遗传也是很强大了,不愧是杨幂的女儿呢,小美人披子呢,相信以后也会再注定进军娱乐圈的了,这么的软萌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要摸一下,相信刘凯薇和杨幂也会为她拥有这样的女儿感到开心的。 女儿长得这么好看,身为妈妈的杨幂也是有功劳的,现在杨幂已经三十多岁了,但是在她脸上却丝毫看不出半点皱纹,而且还是很有少女状态呢,也是越活越年轻啊,难怪自己的女儿这么好看呢。 真期待看到小糯米长大后的样子啊,肯定是娱乐圈的女神了,相信也会像妈妈杨幂一样这么能干,说不定还清出于蓝呢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